收看9月13號的台式五間新聞 我是吳凱文 高雄是一名71歲的老先生 騎機車誤闖國道 因轎車駕駛見狀 擔心會發生危險 就一路跟在後面 並且報警處理 結果老先生以為 他被駕駛逼車 當下想要逆向逃跑 最後被駕駛及時攔下 並且拔走鑰匙 不過拔鑰匙這個行為 引發了網友兩派論戰 明顯是在國道上 怎麼會有阿伯騎機車行駛在路間 就怕危險駕駛見狀 隨後跟上 突然他就停下來 我想說他要幹嘛 應該要停路邊 我說阿伯你先停旁邊 可是他也不理我 但阿伯似乎是誤會了 以為車輛B車 當下竟然轉頭逆向 這一幕真的超危險 跟在後頭的線心駕駛 立即停下車通報警方 並拔走機車鑰匙 防著阿伯不聽勸 直到警方到場順利解尾 其四位飲酒 為其精神狀態不佳 現場立即通報公務段 工程車協助 事發就在12號上午 國道10號騎上往高雄方向 71歲將信阿伯疑似 誤闖國道 事後謝先生也將經過 PO上網分享 本想提醒民眾 家中年紀大的 長輩騎機車要注意 但為了勸阻阿伯 拔下車鑰匙 這個行為 也引發網友兩面論戰 有人覺得好人一生平安 大讚熱心助人行為 但也有人覺得 其實可以拍照 報警 不需要強拔鑰匙 我是覺得我做對了 就讓他這樣 今天就算我再遇到第二次 我也是會幫忙啊 直言要是在遇到同樣事情 還是會幫忙 幫到底 不過也讓人擔心 原本的好意 是否會讓自己出發 只要他在這個過程當中 沒有什麼其他太激烈的行為 他是有正當的理由 去做這樣子的事情 律師強調有正當理由 緊急之下就不會構成強制罪 目前相關單位 也未接獲提告案件 趙姓阿伯家人接獲消息 反倒感謝民眾 及時出手相助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記者陳美城 王韻剛才報導